大家好 歡迎收看 齊友慈禮 我是王石齊 我們齊友慈禮這個節目有一個特色 就是每次都會邀請到 正在風頭上的人物 他最近大家都知道 數位部最近被在野黨盯住了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 其實也沒有特別 就是剛剛好 就是我很有遠見的 邀請到數位部的部長唐鳳來到現場 齊佳好 我最近五個月都在台灣 我完全沒有出國 對 你自己一開始就破了這個題 你有想到說 數發部為什麼突然間在這一段期間 變成一個被針對的目標嗎 不過因為其實就像我說 就是起初 就是我們現在交委會剛剛組成 然後剛好排我們是在前面的一個禮拜 來進行報告 當然這個禮拜就會換NCC 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是不管誰在那邊做業務報告 大概就會大家 尤其新的立委 會藉這個機會多想了解一下我們的業務 所以有交棒到下一棒 每個禮拜有不同的報告嗎 好啦 開一個玩笑 其實15發部做了滿多的事情 譬如說資安是一個很大的項目 然後這個反賬也是一個很大的項目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碰到 我記得你上一次第一次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特別講到資安這個部分 那可不可以再多做一點說明說 從我們上一次是從裴洛欣的時候 開始被攻擊 對 對 然後後來的確好像我們平常沒有感受到 沒錯 當時你告訴我們的這個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感受到 就表示說你們防的這個攻擊做得很好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面對的攻擊頻率 有持續的在往上增加嗎 然後我們的防守方又多做了哪一些事情 來面對這些攻擊 對 我們上次有提到 就是每天有上百萬次的試探攻擊 那特別是在有重大的專案的時候 像上次講的是佩洛西議長來台 那但是其實好比像說在選舉的時候 或之前總統出訪美國的時候等等 那個時候就會有新一波的攻擊來 那像這種專案的時候 我們同仁都是二四小時 就是三班制了 就是完全不停的 對對對 去確保說第一個 接到通報的時候要能夠及時來處理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只要自己偵測到 有什麼蛛絲馬跡 他可能想要癱瘓這個網站 或他想要攻擊那個網站 我們也會主動去 這可以偵測 對 主動去告訴其他人 對 那其實有很多像 所有這個公務部門的這個E-mail 或者是公務部門的這個對外的連線等等 我們現在就是全天候的一看到 好像有攻擊的跡象 我們就會趕快去通知那邊的專責人員 你講這個我亂有感的 就是你要是不講這個 我還沒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以前常會收到那個E-mail 然後其實是釣魚的或者是幹嘛的 對 就是他怪怪的 對 對 對 然後我最近真的比較少說 對 還有那個之前 所以這些都算是你們擋掉的 沒錯 之前還有像去電商買的東西 就會接到簡訊說解除分期付款 有時候比真的物流的還早到 對 他就是要攔那一陣子 就是說物流還沒通知你 他假裝物流通知你 那這個最近五個月 我們從165的那個高風險賣場看 我們管的這些電商都絕跡了 就沒有了 這件事就等於解決了 那可是這種事情 一般人不太會有特別有感 對 因為沒有了你不會想到 對 當然你講了之後 對 我好像很久沒碰到了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因為你們 對 做的這些偵測 然後預先擋住了 而且像我們導入有一個銀碼技術 就是說你的手機號碼不要再提供給物流 那物流它少一個QR Code 等一下 這個很重要 對 可以打給你 我常網購 對 我們今天有專門帶一個箱子 對 可是因為我聽不太懂 就是它的中文跟我們實際上面的感受 你要不要多解釋一點這個箱子 這箱子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個箱子它這邊有一個QR Code 那這個QR Code 如果你現在掃 然後打過去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貨品已經送到了 所以這個號碼就沒有再用了 也就是說它是一次性的號碼 它只有在還沒送到的時候 給物流掃這個可以聯絡到你 但是這一位物流 以及這個物流公司 是沒有你真正的手機號碼 你說這個 紅框起來的這個嗎 對 它右邊有一個方形的 掃這個QR Code 它就會打到我的手機 它就會打到你的手機 但是你一旦簽收那個貨品 這個碼就失效 這個碼就沒有了 對 然後所以我的手機 不會出現在這個上面 對 而且從頭到尾 它沒有辦法指到你的手機 喔 它就沒有辦法 如果它存壞心的話 就不會指 沒錯 或者是像之前 有一些詐騙的 它不一定是從物流室那邊 它可能物流公司它害進去 從它的資料庫裡面拿 那現在因為物流公司的資料庫裡 根本就沒有本來的手機 所以它就算害進去也拿不到 它就不可能 你說物流公司就沒有 它只會在我買東西的那個商家 沒錯 只有電商那邊才有 喔 了解 難怪 難怪我就想說 現在的這個單子 越來越小 對 所以以前它可能我訂貨 然後它的那個資料還蠻多的 所以我每次在丟紙箱 或者是要丟這些包裝的時候 我都要特別把上面的東西撕掉 因為我的 有個資 我的地址電話都在那上面 沒錯 沒錯 但是現在這個方式 對 所以這個就叫做 銀碼 對 隱藏你的電話號碼 喔 了解 了解 這樣子就避免了一大塊這個外流 個資的可能風險 沒錯 現在所有這些大的電商 不管是普克萊 某某 Friday Coupon 蝦皮 那這些大概都已經導入了 然後PC Home跟就是東森 應該正在測試應該很快就會有 喔 所以幾家大電商 大的大概都有了 其實都已經 這也是一大進步 沒錯 好 不過回到剛剛那個資安的部分 就是說你們24小時輪班 所以術發部的員工是要三班 半夜上班 就專門有一個資安院 資安院裡面的這些負責應變的 就是24小時 而且如果我們有偵測到 真的有什麼狀況 我們就會即使是下班時間 即使假如也會去通知 那個被攻擊機關的資安專責人員 立刻就要來處理 那被攻擊的部門單位 以哪裡最高 哪裡最高 我們在工部門裡面 當然最容易被攻擊的是 對外服務的網站 因為有的時候他不需要真的把它打下來 他只要讓他癱瘓一下下 他也算是有一點成果 民怨就起來了 對 沒錯 就罵到了 如果當機當個四五天 那其實民怨就已經達到了 那這個需要的技術的功力 是比較沒有那麼大 你真的要打進來 要比較高竿的技術 如果只是好像一直打電話 戰線把它這個癱瘓掉 這個需要的技術能力沒有那麼大 那這個我們在數位部成立之後 我們就花了相當多的時間 去交各個部會 怎麼樣 你臨時很多人來佔你的線的時候 你可以擴增你的容量 就不會被癱瘓掉 擴增容量不需要加線 對 它可以自動 它不像用類似像自動打路機這種方式 舉例來說 像在佩洛西來台的時候 我們就說如果你是從國外連過來的 那我們就直接給你一個 直接給你一個半小時前的版本 然後一小時才更新一次 就這樣國外不管來多少人 他看到的都是 每個小時才更新一次的那個版本 只有國內看得到是即時的 那這樣從國外來癱瘓 我們就無法做到 還有這種方式 對 所以它不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 但是會影響想攻擊我們的人 對 因為想攻擊我們大概都是很多 從國外來的 哇賽 好厲害喔 對 聽起來對我來說 是一個完全未知的領域 那所以像國防部總統府這種 對 被攻擊的 他們的網站 就對外服務的網站 在佩洛西來台那一次 也是他們裡面的對外服務 對 意見平台這種地方 對 就是寫信給總統 民意信箱這些 大概就是這些地方比較會被攻擊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一個 新的版本的資安法 裡面有一條就是說 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資安署就可以調度旁邊的 別的沒有受到攻擊的資安人員 去支援有被受到攻擊的那個部門 所以這樣就不會受限在我們的 資安院跟被攻擊的那個部門 四個人或兩個人或一個人 他們的專責人員 而是說附近的 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攻擊嘛 就可以湊在一起 一起來應對 你說附近的人是什麼意思 對 附近的專責人員 因為我們每個政府機關裡面 都有資安的專責人員 對 大的有四個 中型的有兩個 沒有自己建那麼多系統的只有一個 那這些不可能同時都受到攻擊嘛 所以我們在新的資安法 就有一個叫調度權 就可以在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然後把旁邊的沒有受到攻擊的人 調過來 一起來回應 那這樣子就是以戰代訓 他們也獲得訓練這樣 就實戰經驗變得比較豐富一點 對 就是這樣 那我們1月13號總統大選 在總統大選這段期間 我們被攻擊的頻率 次數 有明顯的暴增嗎 有 癱瘓式的攻擊 確實是有變得比較多 癱瘓式的攻擊 對 然後還有很多想要用社交工程 就是你剛剛講到Email裡面夾個連結等等 不過這個我們都有即時偵測到 好 數發部常常在網路上面 被鄉民Cue到 譬如說最近新的一個平台 也不是新的平台 反正就是大家瘋狂的進入 翠這個平台當中 然後我進去看 其實數發部其實有很多人會take 然後會抱怨 這個怎麼不管一下 那個怎麼不管一下 可是還是有另外一邊 抱怨的文下面就會有人貼說 其實數發部是有做很多很多等等 這些事情 好 這個是幫數發部講話的 然後個人生活遇到的一些困難 也會take數發部 然後數發部在被罵了之後 數發部還自己去回應 然後唐鳳還歡迎take 對啊 你不會覺得看那些被罵的 就不是這樣 你不會很想跟他吵架嗎 還要歡迎take 這個我們有則改之 無則加免嗎 而且我覺得現在就是在threats上面 大家的討論是很有建設性 就如果只是一位謾罵的話 其實沒有人會按讚或轉 所以一定都要真的有指出一些 我們可以改進的地方 大家才會tag我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說 好啊 我們就跟同仁來討論 怎麼改進啊 或者我們其實已經改進了 只是大家不知道 那我就趕快貼個圖卡 錄一段音跟大家講 我有一個小建議 就是你們在那個澄清的圖卡上面 應該要有原來的那個錯誤的指控 然後並且畫 插插插插插插插 一直插插插 我們最近兩天的有 就有一個插插了 對 有改進 有改進 對 要不然人家會搞不清楚 這些都澄清圖卡 不知道那個 前面罵得有多離譜 多錯誤 那些東西其實也要讓大家知道說 有人做這種錯誤的指控 好 剛剛跳來跳去 講到資安法 你剛剛提到了資安法這件事情 我常常真的看不太懂 那個內容的意義上面是什麼 危害產品規範使用脫鉤採購 這是什麼意思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重大事件的調度 那一段有聽得懂嗎 對 那一段OK 危害產品它全名是 危害國家自動安全的產品 那意思就是說 包括境外的敵對勢力 它可以實質控制的產品 就算在裡面 我舉例 像TikTok TikTok它的公司 它註冊在新加坡 或者開曼群島 或甚至美國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兩三層股東上去 其實還是中共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並不是看它的廠牌註冊在哪裡 因為你如果看的話 它一定說 沒有啦 抖音才是註冊在那邊 我們TikTok是註冊在新加坡 但不是看這個 而是看說我們有沒有情資來顯示說 它有被實質控制 那只要有 那我們現在公務機關就不能使用 那接下來資安法裡面會明定 公務員 就是拿到的公務設備也不能用 那我們在公家的場域 也不可以來使用等等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很多人會說 我採購 我買到了這個 我買的時候 它還不是危害產品 中共還沒有控制它的公司 但是我都已經驗收了 要結案 準備要用了 突然之間有一個情資來 它被買走了 那這個時候那個採購的人 就會很擔心它有沒有違規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這兩個脫鉤 就是說我們就是專門禁止 危害產品的使用 下載 安裝 就是那個使用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在買的時候 你還沒有接到情資 那個採購本身是合法 那可是它採購的行為 可能持續在發生 我今天買了這一家 然後我可能過一個月再買那一家 然後這些東西都會新增到 危害的東西 對 我們就會有一個 危害的情資的通報的一個網路 那在這個網路上面 其實不止我們 包含國安的單位 或者是陸委會 或者經濟部等等 他們只要有收到情資 也可以這樣通報出去 可是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 也只能限制公務使用的 還有公共場域 像之前佩洛西來的時候 就有應該是台鐵的車展 外面的那個廣告看板 那個廣告看板 雖然說不是我們公務網路 但是它也發生在台鐵車站 就是公務的場域 可是我們無法限制一般民間 譬如說 小七那個時候的看板也被害 對 但是小七它是上市櫃公司 所以上市櫃公司的話 金管會就會要求它說 它也要有一定的這個資安 好比像說資安長 或者它採購設備的時候 也要看我們這邊 就是相關的一些規定 好比像說 如果是買到了這種危害產品的話 它至少要斷網來使用等等 所以這些我們大概都可以去 把我們這邊的應變的方法公開出來 那特別是上市櫃公司 因為他們被資安攻擊 他們也要發重訊 他們也有一些相關的這個 金管會給他們的一些指示 所以他們就會來參考 我們的應變的做法 就是大型的主要的這些 其實我們都算納入一個保護的範圍 沒錯 沒錯 但是比較私人的 中小型的可能它就沒有辦法 它沒有上市櫃的話 那這個當然我們還是會提供 像之前有一個雲市集 就是我們看過的是 國內的這個廠商 大概問題比較小 那也比較就是有一些 基本的資安檢查過的 那我們讓中小型的事業知道說 雲市集的廠商你可以優先採購 有點像這樣 那效果好嗎 成效 效果還不錯 我們其實已經推動了5萬多家 中小型的事業 因為這樣子 所以改來用這種 就比較安全的 自服的軟體 那我們現在雲市集就 現在有轉向 變成好像 因為我們今年開始接那個 高齡科技相關的專案 所以就包含長照 或一些社府團體的和銷 什麼這些 那這些我們今年接下來的時間 會特別花一期去做 那之前是各行各業都可以 大概已經大概5萬多家 有因此成功轉型 那可是一般民間 大家都會覺得 抖音一想父母擺養 什麼 它其實影響的是可能 年紀比較輕的 這種一般民間 台灣真的沒有辦法 用不准用抖音 其實在學校 如果是學校的Wi-Fi 或者學校所提供的網路的話 因為兒少法的關係 所以國中小 應該就是未成年的部分 國中小應該都有一些限制 但是像您說的就是 如果他是成年人 然後他又用自己的手機 而且他在的地方 也不是政府的場域 那這樣的話 確實目前資安法 還沒有碰到這一塊 但是我們一定要先從 把危害產品這個定義 放到資安法裡開始 因為這個定義 如果還沒有入法 別的法不能來援用它 所以我們剛剛講 那個定義就很重要 那個定義就是說 反滲透法裡面 有一個叫滲透來源 滲透來源就是受到 境外敵對勢力實質控制的 所以我們定義危害產品 是受到這些滲透來源 實質控制的 所以等於是 間接控制也算了 就是境外敵對勢力 它所控制的這些實體 這些組織 即使在新加坡 它控制的產品 就叫危害產品 那這個概念 我們要先在法律裡面 把它寫進去 之後您如果說 在其他的法律 要來援用的話 它才有東西可以用 那資安法現在的進度是 我們已經送到行政院了 送到行政院 然後會變成院版 院版會送到立法院 那到立法院之後 你會不會又被這些立委 叫去說 抗中已經抗到一個 不理智的狀態了 不過我想 我們現在看到 包含六都在內 因為我看到王宏威今天 就這樣講 是嗎 六都在內 我想所有的我們的資安人員 其實是恪守行政總理 並沒有黨派 因為這個是抵禦外務 這個跟我們內部的這個 意識形態沒有關係 實際上 人家就是不斷的在攻擊我們的 這些設備 這個是事實 所以我也沒有覺得說 好像說 地方執政 它是哪個黨派的 它就不來做這些資安的維護 事實上 我有一個一個去拜訪 包含我們各讀的首長 南部各縣市首長等等 真的並沒有分黨派 大家都覺得在資安上面 投注這些投資 是非常重要的 抖音在全世界現在變得 使用的人口又很多 然後有一些國家 也對他們做了限制 印度也是 美國也是 美國跟我們一樣 他們是公務人員不能使用 對 他們還要求說 你的資金要怎樣怎樣 對 其實這個也就是 我們剛剛危害產品的定義 它就是說 不能被境外敵對勢力實質控制 所以他們現在最新版的那個 眾議員提的那個版本 對於危害勢力的定義 基本上就跟我們現在是一樣的 所以 並沒有說誰先誰後的問題 所以台灣其實 並沒有特別嚴格對不對 也無法特別嚴格 我們如果現在 不能像印度一樣 全部給我禁掉 所以有的都給我去掉 我們如果現在看 就是台灣用TikTok的人數 雖然說好像有四分之一 左右的人手機上有裝 但是真的把TikTok當成是 它最主要的平台的 其實只有一個零頭 大概不到百分之四 絕大部分還是用Instagram 或者是用Facebook 用YouTube等等 所以這個數字 比起美國是好很多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社區傳播 還沒有那麼嚴重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比較適合就是 就是論事的來討論說 確實就是TikTok這個境外敵對勢力 間接控制的這件事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樣來處理 喔 了解 好 我們剛剛講到說這些 不僅是網路上面的安全 它甚至會影響到國家的安全 我看到一個最近的新聞 中國資安業者安循信息 這又是反正什麼事情 又是中文 但是我又看不太懂 它到底裡面是什麼意思 對 這個就是境外敵對勢力 所以我們也有受到這些攻擊 來進行攻擊 那他們的內部文件顯示說 包含印度 泰國 越南 韓國 北約組織等等 他們都去攻擊 但是在台灣 我們所守護的這個 關鍵基礎設施也好 我們的政府機關也好 都防守得很好 就他們上面會有寫 他們試著打 但是到哪一年之後 就打不下來了 所以到最後 就只有三個民間機構 他說有打進去一部分 所以這個剛好可以來證明說 我們做了不少事情 比起其他國家來講 他們幾乎是沒有造成什麼戰果 就是它的內部文件顯示 境外勢力攻擊的像全球 幾乎是無差別的這些攻擊法 沒錯 沒錯 但是台灣的 就基本上比較打不進去 那所以其他國家 被攻進去的那個狀況 有多慘烈 有 蠻嚴重 有些就是它會好比 像說掌握整個政府機關 對外的email 或者是說可以改到網站 之類之類 那這個他們這些上面大概 就是新聞大概都有報導 那所以這些被攻擊的這些國家 對 包括台灣在內 有常常聯絡這些事情嗎 有 我們事實上 這是一個我們很著重的 就是我們有邀18個國家 那裡面當然包含像美國 或者捷克等等 實際來台灣 我們來做所謂的攻防演練 那國外的朋友試著打進我們的設備 那我們的這個各個不同的團隊 也包含一些國外的團隊 來看我們怎麼防守 那所以這個18個即時的攻防 我們就可以分享說 我們有被這樣子攻擊 你們回去要不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你們其實有被攻擊 但你們不知道 反過來也一樣 所以你意思說其實在這一個領域當中 我們算蠻領先的 對啊 因為我們接受到的攻擊的手法 也是最先進的 那我們目前 我覺得當台灣人好累 真的 每個人都在想一些 新的這個防守的辦法 對啊 這個就是所謂Battle Tested 就是經過實戰認證 所以這個對我們資安產業也很有幫助 因為你在台灣防得住 你到別的地方一定也防得住 所以其實跟我們這個 你可不可以舉哪一些國家 他們碰到的狀況超慘烈 然後我們提供了他們 怎樣子的這個幫助 對 很多其實是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公開細節 因為如果公開細節的話 那一方面就是我們實際上的 防守能量會曝光 那二方面是 因為這些國家它很多是透過 這種國際合作的方法來 但是它並不是我們所謂的邦交國 所以他們自己在他們自己的外交關係上面 也會希望說我們盡量低調 不過我可以分享的是說 我們透過這樣子 聯防的這個方法 我們已經說服了 美國的主要的幾個公有員 好比像說微軟 或者說Google 或者是Amazon 那以前除了Google之外 其他的就比較沒有完全落地在台灣 跟我們進行這種 就是在機房也在台灣 然後就是布縣也在台灣 我們整個通訊都在台灣 讓我們可以實際的去參加 就是他們的 在這方面的防守的工作 那但是呢自從我們布成立之後 那這三大公有員 當然Google本來就已經落地了 另外兩個都很願意合作 然後呢 所以在幾次的事件裡面 他們也都有提供很多很好的聯防 那應該今年年底 大家就都會落地了 之後聯防就更容易 那所以攻擊方就很單純的是中國嗎 其實我們都是說境外敵對勢力 為什麼是因為 他可能是好像傭兵一樣 就是說他只要付錢 他就可以找另外一個敵對國家的 這個攻擊者然後來打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 他不一定是從中共那邊連線過來 他可能是從別的國家連線過來 但是我們不會知道 這一群傭兵他們背後是受誰的指使 當然久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他們手法有一些類似之處 但是我們不會特別去說 因為他從哪個國家連線過來 就是那個國家的 因為中間會有跳板 然後可能有傭兵的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泛稱境外敵對勢力 好 那所以這個境外敵對勢力 就你們累積這麼豐富的經驗 對於全地球威脅最大的是中國 就是他們其實這些攻擊方 也彼此之間有一個互相支援的網絡 所以就是某些比較擅長 癱瘓式的攻擊 某些比較擅長 就是不一定是阻斷 可能是竊取機密 或者是勒索病毒 那有些可能是比較擅長 其他的攻擊方式 那按照他要達到的戰果的不同 他們自己之間就會有彼此分工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防禦方也要彼此之間聯防 你說攻擊方也有彼此 就是每一個負責專業相互的不同 對 然後按照他要達成的戰果的不同 他們自己就會 他們的預算也會分配 就會說那誰先這樣打 誰再那樣打 可是不能講到底 對 所以我們目前 我們目前大概都是說境外敵對勢力 因為我們只要講了細節 那就表示我們的徵搜能力有到這邊 然後他們就會 對 就會有進一步的反制這樣 那可是你們都擋掉了 可是我們都擋掉了 他們應該知道說 那所以他們攻不進來 他們會一直換方法 幾乎每天都在換方法 每天 對 因為沒有人會想要一直用無效的方法打 所以他一旦發現說 我們的防守的做法不同了 那他們也會研發新的攻擊方法 或找一組新的傭兵來打 所以你必須要走在他們前面 沒錯 擋住他們明天可能要用的方法 沒錯沒錯 就是任何 那這怎麼辦到 任何地方 我跟你講我聽了 我聽了一任一任 所以你怎麼辦到的 對 就是要靠情資的共享跟通報 好比說他們不是先打我們 是先打美國某個地方 那美國就會透過情資交換 告訴其他的他們的盟友 包含我們說 現在有這種新的手法來了 大家要趕快注意等等 那從我們這邊通報出去的也非常多 我前一陣子看到一個新聞就是說 美國其實在做一件事情 他們的基礎的 譬如說水電這些公用設施 他們的這些網路上面的安全 要預防中國的進攻 那他們預測中國的進攻 有可能是用電磁波 對 這個部分我們 對 用台灣自己 就是去癱瘓掉 對對對 就是整個癱瘓掉 那所以台灣有這樣子的 有 我們也有這樣子的 就是也接受到這樣子的情資 那當然也有做一些相應的處理 相應的處理 對 所以你回答都好簡短喔 我比較想知道說 好 所以如果中國它可以不費一個炮彈 或者是一架一個飛機 對 它用電磁波我們也擋得住 其實這裡面的概念是叫做 韧性 resilience 就是有的時候真的像海嵐 像之前馬祖跟台灣中間的海嵐 嵐線 對 那兩條嵐線在哪裡 其實是公開的資訊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希望有人傳不小心下毛 不小心把它割斷 對 但是你一旦公開這個資訊 那他們就可以很小心的不小心的把它割斷 那之前在去年二月的時候 在馬祖跟台灣中間就是這樣 對 在一個禮拜之內有一艘貨船 有一艘這個漁船 都是不小心下毛 不小心自己移動 然後就把兩條都割斷了 那這個時候像您剛剛提到 這種物理上面的 那些是故意的 他們就說是不小心 但我們就叫灰色地帶嘛 那這些灰色地帶的情況 我們的做法不是說好像把海嵐弄成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那樣反而會變成不小心被割斷 而是說即使被割斷了 我們有被緣 我們有新南海嵐 我們有微波 甚至有衛星 所以你就不擔心說 哪一個部分被物理上的破壞掉 因為被破壞掉之後 我們還有被案還有被案還有被案 那最後是衛星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個衛星的接收站很小 現在都可以扛著走或者放在摩托車上 所以它就很難物理上把它都破壞掉 了解這個叫韌性 這個叫韌性 因為我們有很多條線可通 很多條路可走 它如果破壞了這一個電纜線 我們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它就好像一個彈簧床那樣 它很密的這樣織起來 所以就算其中一兩條斷掉了 其他還是整個床不會破掉 這個跟電磁波的攻擊 所以同樣的就是說電磁波就好像割斷海嵐一樣 它只能攻擊某些在固定位置的某些設備 好 我覺得真的你好厲害 好難喔 好難理解 但是有講到我聽得懂就對了 你剛剛都不肯講那個境外敵對事業 人家就 中國 那就直接講了 是 中國支持駭客商自爆大泄滅 他就自己說對 我們中國的支持 這個就是剛剛我講的安全 對 所以他們其實俄羅斯比較強 還是中國比較強 就是說各有各的擅長的部分 那就像剛剛講到的 那中國擅長 境外敵對勢力 他們中間會彼此支援 那俄羅斯又擅長什麼 這個都不能講嗎 當然就是 有一些是在一般可得的資訊 就是說好比像說在訊息操縱上面 那當然就是在 之前在俄羅斯有一組人是非常有名的 對 那但是就是說我們盡量不會去評論說 哪一次攻擊是誰 因為我只要這樣子評論 他們就知道我沒有受人的能力 那譬如說內容上面的假訊息 錯誤訊息這些東西呢 台灣沒有辦法 台灣沒有辦法做處理 就只能說錯誤的假的 然後我們只能澄清 謠言 打叉叉 只能這樣嗎 其實我們剛剛講了很多的方法 都是在處理這個 可是我們是擋掉 但是還是有很多滲漏 對 其實它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一個人能不能冒充成幾百個人 因為你看它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我是攻擊者 我冒充成名人 然後講了一個這個名人沒有講過的話 這個就跟投資詐騙很像嘛 就是說明明這個名人沒有要你存股啊什麼 但是因為你copy了他的聲音 或者是複製了他的容貌 所以變成說你登個廣告 然後他點下去之後 覺得可以跟這個名人一對一對談 但那個對談的完全都是機器人 即使是用他的聲音或什麼 那這個是一種就是尾貌特定的人 那另外一種訊息操作的方法 是他後面只有一個人 但是他冒充成上千人 而且你每一個上千人你點進去 看起來都是一個普通人 就是他也有他的生活啊 也有去打卡也有拍照 可是全部都是AI合成的 那所以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呢 你在那個底下留言看到 幾百個人在那邊討論很熱烈 後面都是同一個人 然後他就造成一個假的輿論了 所以就是說這是訊息操作的兩個 很重要的方式 一個是一次性的他假冒名人 第二個是他假冒一群人 那這兩個都可以透過我們電子簽章法 我們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來處理 電子簽章法關鍵字來了 我們要來看一段影片 這個電子簽章法 他到底可以防範 有一位名人被仿冒的時候 然後有來詢問我 對 我們要來看這段影片 到底是哪一位名人 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要審的法 內容是什麼 來看 我的臉書 被冒名使用 已經死幾次了 請問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要通過電子簽章法修法 並且把廣告的主板機 對啦都推給未來 你部長當幾年了 電子簽章法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不是未來啊 送到立法院 你當幾年部長了 一年半 一年半部長 民進黨執政幾年了 八年 八年了 那你現在跟我講 那你跟林國城講 說人民如果覺得防炸不利是 這是政治壓力 這是什麼政治壓力啊 就是民意的壓力啊 當然了 這就是人民對你不滿的壓力 跟政治壓力什麼關係 術發布 他會變成 再來問你喔 數位中介法現在怎麼樣 誰推的 數位中介法從頭到尾都是NCC 在討論的一個案子 對啊 以上 好 謝謝 你都不會笑場喔 我是很認真在聽這個委員的質詢 他一直換題目耶 那你都沒有 委員你剛剛那題目還沒講完 你不會這樣喔 我想就是他提出來的 就是他被別人冒用頭像什麼 其實很多名人都有類似的困擾了 所以這個要認真處理 好 那所以電子簽章法可以處理 沒錯 名人被冒用 沒錯 你要不要講解一下這個法的內容 詳細的說明一下 好 電子簽章法是二十幾年以前就有的 但是我們這次的版本 對它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加強 加強是什麼呢 以前的電子簽章 你想像成一個電子文件上面你蓋個章 好不要我的姓名章 蓋唐鳳兩個字 但它的問題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去刻 唐鳳兩個字的章 其實你也可以去刻 他也可以去刻 而且呢 你如果看我蓋的章 那你仿冒那個章去刻 對 這個在數位世界上面 我就算簽名什麼 你仿冒我的簽名 如果我是用語音錄一段話 你仿冒我的聲音 現在因為AI技術發達 對 這些都不是問題 所以如果只是看 好比如說簽名的筆跡的話 其實現在AI 你訓練一個人簽名的筆跡 簽到跟他微妙微笑 是完全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加強這個簽章的強度 我們在實體世界裡面 有一個概念叫做硬件章 對 它是有一個硬件證明 所以你要去護政事務所 拿著你自己的章 然後他說對 確實這個人是同一個人 所以以後這個章長這個樣子的 就是唐鳳本人蓋的 那所以現在我們在 新的電子簽章法 有一個叫數位簽章 它就比電子簽章 多一份硬件證明 所以數位簽章簽的是唐鳳的 它除非跟我同名同姓 不然別人不可能去蓋 這個唐鳳的數位簽章 這部分有了解嗎 沒有 就是沒有了解 好我們從頭來 從頭來 就是說 現在我們在就是辦 好比像說 跟你同名同姓 為什麼他不可以簽 跟我同名同姓的也可以簽成唐鳳 但是如果你不是跟我同名同姓 你就不能從護政事務所申請到 叫唐鳳這個人的數位簽章 這樣我懂 這樣我懂 OK 那當然就是拿到這個數位簽章之後 我們在法條裡面有說 你用數位簽章所簽的文件 推定為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意思是說跟你實體世界簽合約 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對 這個以前是沒有的 對 好那這樣子我們怎麼樣用在仿冒名人上面 對 好我們舉例來說 比如說 像現在要登一個投資廣告 你不管是在YouTube上面 或者是在其他廣告平台上面 它都會需要你提供你的真實姓名 那但是這個真實姓名呢 目前你如果有看YouTube上面的 所未有真實姓名的投資廣告 很多都跟名人名字一樣 對 或者聲音一樣差一個字 對 非常非常多 對 那就表示說他沒有真正去驗證說 他這個人是不是叫這個名字 所以我們現在電子簽章法三讀如果通過之後 我們就會跟金管會跟警政署 跟這些大的廣告平台 坐下來說 沒有 現在你如果要上投資廣告 他宣稱他叫這個名人的名字 你一定要用有驗過的那個數位簽章 來確定他真的是這個名字 實名制更進一步的被確認就對了 或者像說Facebook現在如果要登政治廣告 好比像說選舉期間登助選的廣告 他其實也要你提供身份證證反面銀本 或一個護照的照片 但這個的問題是說 那些並不是簽章 那些只是身份證明 意思是說什麼 你去辦別的手續 或者是去開戶 或者去做什麼 你偶爾也會把你的身份證證反面銀本 或護照拍下來給別人 對 所以其實Facebook很難知道說 是你本人來申請 還是別人拿到你的這個身份證證反面銀本之後 幫你來申請 這兩個沒有辦法區分 但是同樣數位簽章 因為每次就是對著這份文件簽 我簽了之後這個簽名 不能夠用到別的事情上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每次一定是這個本人來表示意思 他不能用在別的事情上 對 他會被限制說我這個 我這次簽就是這份文件有用 下一份文件我用這個簽名移植過去不算 所以羅志強的疑問是說 他的臉書被人冒名了好多次 所以未來就不會有這種事了嗎 對 因為他是一個有藍勾勾的人 他有藍勾勾 而且他的名字叫羅志強 那如果有人冒他的名字去登廣告 說什麼羅志強委員教你存股啊 還是什麼的啦 那這個以後 除非那一個人真的就是叫羅志強 不然的話 那個人就不能夠再上這類的廣告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即使真的同名同行 那他上去了被檢舉 這個警察也確定他是詐騙了 那我們會有一個聯防的平台 所以這個人他在這邊下架 在別的地方也都下架 哦 了解 所以他不只是在臉書下架 他在其他的平台都會一起下架就對了 沒錯 那不過我的確後來比較少看到說 有用名人詐騙這個什麼 存股社啦 前陣子蠻多的 選舉前陣子蠻多 可是後來有越來越少 那這個就不是 這個就是跟平台之間的合作 這個越來越少 對 這個越來越少 我們也有一些貢獻 對 我就是想說 那所以你們是透過怎樣的方式 叫他們不存 我們有一個叫防炸雷達 會每天去掃那一天新上架的 上萬筆的廣告 還有上萬筆的新的電商的商品 我的媽呀 對 然後掃到之後 因為每天有多少量要 對 就好像防毒軟體一樣 每天都有上萬筆新的 那我們掃出來之後 都會每天都會掃到上千筆 看起來就是詐騙的 那所以還沒有 現在你們一眼就知道 因為後面有一個AI的模型 對 那所以如果是廣告 我們就會通報廣告平台 如果是電商商品 我們就通報那些電商 然後他們看了 就會把它下架 那即使他們還沒下架 如果它連到的那個網域 國外的那個網站 我們看起來是一夜市詐騙 或者電商說這是仿冒我 那我們也立刻就下架 廣告還沒下架 它後面點的這個連結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個下架去年就下架了三萬多個 我們成立前一年才不到三千個 所以您現在比較少看到 就是因為很多你看到之前 就被我們防炸雷達掃到 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現在無感 是因為你們事先抓走了 把他們下架了 所以我們就沒看到了 沒看到也要被提醒 對 我都沒看到 沒出事是因為我們做很多事 是 那另外有一個問題是 AI詐騙越來越多 你剛剛有提到說 他就用AI防茂你的聲音 講了一段話 那這種東西 是不是防的難度更高 其實這個防的方法 也是完全一樣的 我舉例 好比像說之前 常常都有什麼抬稅 抬電 催腳的簡訊 說什麼欠電費什麼的 那你如果真的按下去 真的有人會跟你通話 有時候 但是那個就是一定是AI合成的 那現在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是因為大家現在都知道 台水台電要發簡訊給你 只會用111這個號碼 如果不是用短碼發的 那大概就是假的 所以111現在我們已經 各個機關加起來 發了600多萬則 那所以年底大概 1億則簡訊左右 都會這樣子發出去 所以大家就會養成一個習慣 我收到這種簡訊 我先不急著回播 因為回播可能會中那個AI 合成影音的這種計謀 如果不是短碼 也不是我已經認識的人 那這個就要當作是假的 所以這種就是要用 你可以信任的號碼 就是藍勾勾 來當作這種來源 所以同樣的道理 就是名人如果不是藍勾勾 那他突然之間 你收到網路上面 唐鳳在threads上面 要跟你開始視訊 那你一看不是藍勾勾 那你就知道說 這個就算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假的 這個就是最近有藝人 然後被炸10萬 他們就是被AI詐騙 對 那所以應該要提醒每一個人 就是要注意說那個來源 對 就是來源要嘛是有藍勾勾 或者短碼 可以信任的號碼 要嘛就是我們真的 面對面見過面 然後互相換過電話號碼 那其他的大概不要因為說 他看起來像或聽起來像 就相信 這個其實變成是 每一個人自我的責任 沒錯 因為有的時候會有陌生的說 你好像跟我裝熟 然後我想一起來想 他到底是誰 他到底是誰 然後到最後說可能是我自己 忘記了 然後就還跟人家聊 聊得很開心 有啊有啊 有時候我會收到說忙嗎 什麼之類 對但我朋友從來不會這樣講 就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 所以每一個人要自我提高警覺 所以這件事情不只是要靠唐鳳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要有這種警覺 好 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 可以談政治語言 可以啊 沒問題啊 請問你一年出國幾天 你被人家罵耶 許曉青說 一年出國329天耶 你辦公室很會砸錢耶 花很多錢耶 我最近五個月都沒有出國嘛 那所以到底是誰 他到底看到誰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一個人 他是把我們598個人 所有人的這個出國天數全部加起來 可是你面對這種訊息 因為他全部加起來 他不會跟你細算 對 然後所以那個標題就會十分聳動 哇賽 一年365天 唐鳳出國329天 對但我已經五個月沒有出國了 所以你要怎麼去面對這種 明顯惡意 嗯 就很明白講啊 我一開始就講了說 這些是全部加起來的結果嘛 不可能是我一個人 這個出國300多天嘛 可是因為他聲量很大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新聞媒體 是 就用他的話當標題 有啊 所以你不是教我要打個叉叉嗎 那個我有錯 對啊 這個還不止300天嘛 還有後面一天還有一個300人嘛 所以我們有300個約聘嘛 但是事實上沒有啊 事實上就才75個 那他是怎麼樣子弄出300個 並且都是網軍喔 側翼喔 因為我們 我們組織法裡面說 我們最多可以用300個約聘 他就拿那個最多當做實際的 但是實際上 我們只有75個 而且這個占比非常少 這個占比12% 像台北市資訊局的約聘占比25% 是我們的兩倍 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是那個加法的做法 或者懲罰的做法 可能就一句話講就好 說對啊我五個月沒有出國了 那你們的75個人當中 有網軍跟側翼嗎 當然就是 你們在篩選的過程 它裡面就是 配比裡面 確實資安署的人比較多 但是那個是跟資通電軍一起抵禦外武 就是外面的境外敵對勢力 整天在那邊打過來 我們就是防這個外敵都來不及了 那他這邊講的意思 可能是什麼 公關輿論操作什麼 我們是客手 他說是公務員 他都知道是誰 你不會要求他說 那不然你點名 不當然就是說 他後來也有改口 他說其實他也沒有輿論操作的證據 他只是說好像 有一些人他在上班的時候發表政治評論之類的 就是說他後來也改成 就是比較 好像跟公務員這個服務法沒有什麼 太大的這個出入的這個講法 對所以其實他很多是那個標題 你如果是細看 他是說唐鳳編列數位部出國300多天一年 他中間的那個字有時候會舉在一起 然後媒體在第二次轉發的時候 就會變唐鳳一個人在外面300多天 對所以這個都是有一些技巧 那當然其實新的委員想要了解我們的業務 我們都是及時的來回應委員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你們有搶東門市場的地嗎 這個就我們蔣市長都說沒有了 蔣市長是說他們之前在華光那邊 就是特二的那一塊地 那他們經過討論之後說這個特一其實比較省 所以後來他們決定用特一 那這些討論其實跟我們書位部倒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國產署給我們用哪一塊地 我們就用哪一塊地 你們沒有挑就對了 我們沒有挑 那後來國產署今年1月嘛開了會 也跟我們說 那我們就去行政院旁邊行二行三 所以這個就跟東門是完全沒有關係 那學小新說你們花了大錢這個租房子這些事情 對啊它是把 數字是錯的 對它是說什麼 4億 那但是我們六年的租金是2.9億 所以首先你看它把六年去掉 讓大家覺得好像一年或一年半 對那第二個是說我們六年租2.9億 其實每月每平的租金跟台北商辦的平均比起來 我們是租比較便宜的 所以就是說有些攤到六年大家就覺得 對啊這個是合理的價錢 而且它膨脹變4億 其實是2.9億 對所以它的標題就會讓人覺得 好像是在講一年 那它可能連一些裝潢什麼都算進去 但攤提到六年其實大家覺得 其實還算合理這樣 所以這一屆的新成立的國會 有這樣子的言論 然後使得你們必須要一直來澄清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們這個佔用了攤商的地 攤商好可憐他們沒有地方做生意 就是面對不間斷的這一些錯誤的訊息 對 你不會覺得心很累 因為其實質詢或者是所知 這個是立委的權利 所以每次立委這樣質詢 我們當然就立刻就講 從來沒有指定用哪一塊地 台北市政府自己選了一塊租金比較低的等等 那但是因為這樣子的質詢 我倒不會覺得說一定是什麼訊息操弄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剛上來的立委 他之前可能有一些疑惑或者是一直想問的 那他就現在把它一次問起來這樣 可是你也被攻擊說 你去日本參加一個這個 聯合國的會議 對一個會議 然後你人就在日本 可是你卻沒有實體真人出現 你是用視訊的 然後那個頭銜也不對 所以你矮化了國格 聯合國的會議 當然如果我要用部長的身份 他那個報名系統裡面 你就一定要選 你是聯合國哪個會員國的官員 那我們要選哪一個對不對 沒有這個選項呢 怎麼辦 對啊 那所以我以資産院董事長 這個是在就是各方討論之後 就是決定的 那並沒有矮化的問題 因為是美國要我們去的 那而且事實上 我也有在那邊有實體去參加很多活動 差別只是說那一場 因為我們有收到情資嘛 說我如果實體去的話 那老共就一定會就是有一些動作 那所以我們跟大家討論之後 我們決定那一場 還是由我們的同仁進去 但是我自己就保持在線上 那之前同一個IGF 我也有開一個機器人去 2017年的時候在日內瓦 那個時候也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沒有矮化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對聯合國會議 實質參與的方法 所以你是老共的一個很大的目標 因為你是部長 然後又比較靈活 所以你就被盯上了 但是所有台灣的這些 該參與的 該維護的權益 這些通通沒有一部一吋的 完全沒有 我們在裡面分享 我們辦的這些事情等等 當然都沒有矮化的問題 好 那最後要請問你的是 今天的這個新聞又被點名說 有四個部會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很不滿意 你有接收到這樣子的訊息嗎 我剛剛來之前才看到 我看到的是 吳征發言人 民進黨馬上出來說 這個就是沒有這件事情 他們立刻就說 就是很遺憾看到這樣子 捕風捉影了 那我想我們陳建仁院長 也第一時間有回應了 對 那賴清德有跟你聯絡過嗎 我之前都是說 我們去留是由長官決定 那目前為止 我是還沒有收到長官決定 你跟他熟不熟啊 之前他在當院長的時候 我是政務委員 所以那時候我們對 像社會創新開放政府 青年參與這些業務 這些業務都是院長 當時賴院長非常關心的 所以那一陣子是常常互動 那在520之前其實都被認為說 比較不能夠有一些大的這些改變 他就是一個看守這個狀態 那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說 那術發部呢 在至少在520之前 你們的工作目標 不過我想是這樣 就是電子簽章法也好 自通安全法也好 我們要修這兩個法案 其實早在去年 我們就都預告了 所以這個倒沒有說 突然冒出新的大的政策的問題 本來電子簽章法來解決冒名詐騙 還有您剛剛講到的訊息操作者 一個人在境外冒充1000人 這種問題這個我們本來就要解決 所以這個是送到立法院了 那這個再搭配 現在內政部也有跟我們幾個部會 再擬一個打炸專法 那內政部也 打炸專法 那裡面特別關於網路廣告平台的部分 這部分就是我們起草的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跟著內政部的這個期程 520之前盡快的送到立法院裡面去 那有了這個 我們就才真的可以變成網路廣告業的主管機關 網路廣告業的主管機關 那之前是誰 之前沒有特別分出這樣一個業 之前網路廣告業跟實體 康棒什麼什麼是同一個就是廣告業 那所以會特別把網路廣告 我們就跟經濟部說 就是康棒什麼燈箱 康棒是經濟部 那個還在你們 但是就是大型的特別是像 Facebook是賣廣告的 Google YouTube也是賣廣告 TikTok也是賣廣告的 所以這些賣廣告的 它到了一定規模在網路上 它沒有康棒沒有實體 這些我們就跟經濟部說 是不是盡快移到我們這邊 變成主管機關 來搭配電子想法跟打炸轉法 這樣我們就可以實際對這些廣告業做一些處置 了解 好 最後幾十秒的時間 你要不要跟羅志強委員提醒一下 數位中介法的進度 以及它到底屬不屬於你的業務 對 數位中介法在NCC討論的時候 數位部根本還沒有成立 所以從頭到尾大概都是NCC的 所以並不是說就是名字裡有數位兩個字 就一定是數位部的主管的法案 但是就是委員如果有任何垂詢的話 我們都很願意隨時跟委員來解釋 好 感謝部長今天接受的選訪 因為部長EQ很高 我個人是常常最近這一段期間 看立法院的這個國會頻道 常常會笑到倒在沙發上 所以我覺得辛苦了 是 加油 就是說在面對一個很需要表現的 新國會的這個民意機關裡面 的確這些官員這段期間 只能說很辛苦 今天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這個部長來到我們現在 也希望委員們支持電子簽章法 跟打架章法 謝謝 而且已經講好了 不定時就要來這邊 來告訴大家說你的五感其實是我們的努力 沒錯沒錯 沒錯是因為我們做的事 謝謝 掰掰 謝謝謝謝 謝謝 ee